你会变成是应得的恩宠 这就是律法的旧约与恩典的新约之间的差别 律法之下的是应得的恩宠 当你完全顺服诫命时就会蒙福 恩典之下的是白白得来的恩宠 因着耶稣对神完全的顺服 只要相信他就会蒙福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你在哪个约之下 是旧约律法的旧约 还是恩典的新约 是应得的或白白得来 如果今天神祝福你 是因为你的表现 因为你有遵守律法的能力 你能靠自己诚意 那么两约之间一点差别也没有 既然旧约与新约没什么差别 福音也就不算什么好消息了 亲爱的朋友 听好 神认为旧约有瑕疵 绝对有他的道理 丰盛恩典周围的机关 我有一位牧师好友 曾经建议一间知名学校圣经学校的教务长 将恩典纳入教程 教务长回答 提到恩典时你可得小心 在基督徒圈子中 对恩典的态度普遍都是如此 当大家听见恩典一词 立刻提高警戒 我和那位牧师好友说 其实我并不同意恩典 应该成为圣经学院里的一门课程 恩典不是一门课 恩典就是福音 恩典就是好消息 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恩典不是一种神学理论 不是一种题材 也不是一种教义 恩典是一个人 这人的名字就是耶稣 这就是神要我们拥有丰盛恩典的理由 当你拥有了丰盛的恩典 就是丰盛的拥有耶稣 你怎么可以说恩典是个人 而那人就是耶稣 问得好 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说 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 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新一本 注意 圣经说律法是颁布的 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 律法是颁布的意味着距离 但恩典来 恩典以人的样式来到 那人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是成了肉身的恩典 耶稣就是恩典 恩典才是真理 而非律法 这一点很重要 神的话语说 若你明白真理 真理必叫你能得自由 亲爱的朋友 恩典才是那能叫你得自由的真理 而非摩西的律法 律法属于摩西 而恩典和真理 则和我们的救助站在同一阵线 但是 今天还是有人抓紧着 摩西的律法不放 讲的一副好像律法 才是叫人得自由的真理一样 亲爱的朋友 神的恩典是唯一能叫人得自由的真理 真理站在恩典这一边 如果魔鬼能让你继续受制于律法 他就能让你永远无法得胜 你不会听到有人说 哦 要小心实践 或是 小心那位传讲律法的牧师 听说他要来了 为什么实践没有争议 因为魔鬼想让你受到律法的挟持 他不希望你知道 耶稣已经将你从律法中释放出来 如果魔鬼能让你继续受制于律法 他就能让你永远无法得胜 有趣的是 人们很怕你告诉一个基督徒 因着恩典 神已完全赦免他 他不再需要遵行摩西律法 来赢得在神面前的合法地位 因为这不可能会 因为这可能会让人认犯罪 过着放纵的生活 然而 圣经清楚说到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所以给人力量去犯罪的不是恩典 而是律法 你越是受制于律法 罪的权势就越大 相反的 你越是在恩典之下 罪的权势就越薄弱 事实上 圣经说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可别遮掩着大能的启示 再读一次 就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意思是 你越接受越多恩典 就越有能力胜过罪 也就是说 当你领受了丰盛的恩典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很不幸的 有些利益善良的人 却分享着不同的信息 他们说 只要你们在律法之下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所以当他们看到罪时 就更强调律法 亲爱的朋友 这就无异于火上添油 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 越多传讲律法 罪就越有能力 而我们越多传讲恩典时 便能释放越多力量 来胜过罪 所以 到底是谁把角色互换了 真正的福音 能彰显出来吗 魔鬼就是用羊毛遮蔽 神寻咬的眼睛 现在是传讲真理的时候 是清楚遮蔽在我们眼前的羊毛 拆毁恩典周围重重机关的时候 公益礼物周围的重重机关 魔鬼在公益这份礼物的周围 也同样设立重重机关 今天 传统的神学告诉我们 有所谓的地位上诚意 还有行为上诚意 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因着恩典有了公益的身份 你还是必须透过好的行为 与遵守律法 来维持你的公益 他们称之为 行为上诚意 亲爱的朋友 使徒保罗可没这么教过 在基督耶稣里 只有一种公益 让我们看看 对于那些不知神的义之人 保罗是怎么说的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神的义 有些人就说 这是地位上诚意 想立自己的义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行为上诚意 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保罗反对 需要靠行为来诚意的教导 你要不就是公益的 要不就是独益的 并没有所谓地位上诚意 然后还需要行为上诚意 才能维持公益这回事 在基督里 你就是神的义 就是这么简单 注意 魔鬼的策略就是 欺骗基督徒相信 要守全了所有的律法 才能成义 这对人类 爱依靠肉体的思想 听来不错 但若真是如此 那就是完全丢弃了 神白白赐下公益 礼物的应许 魔鬼非常狡猾 他并不反对公益 但他想欺骗你 让你以为 要透过遵行立法 才能成义 他希望你靠自己成义 所以他将所赐之意中的赐 给拿掉了 然后让你误以为 自己得负起全责 必须透过行为和努力 来赢得公益的身份 而不是依靠耶稣 以成就的工作 在基督里 你就是神的义 就是这么简单 许多基督徒非常诚恳地 想要遵行律法 为自己赢得公益 但很抱歉 我必须说 他们真的错了 神的方式是 透过恩典 我们无法透过好行为称义 公益是免费的礼物 若是需要透过行为来赢得 那就不是礼物了 比方说 我送了你一辆 闪亮亮的全新红色法 法拉利跑车 而条件是 你接下来一生中每个月 都要付我两万美金 这法拉利还算是礼物吗 当然不是 如果是礼物 你怎么会需要付钱 或付出努力 说是礼物又要付钱 根本是骗人 但这就是今天 许多人在传讲的 他们说 神赐你公益这份礼物 但条件就是你一生中 都要遵守实戒 才能保有公益 那公益还算礼物吗 当神赐你公益 公益就是不折不扣的礼物 不要再靠自己的行为 来赢得公益 神所赐的礼物 都是无条件给的 要开始相信 在新约里 公益是一份礼物 许多基督徒之所以 过着被击败的生活 就是因为他们还想靠 遵行律法 与自己的好行为 来赚取称义的身份 亲爱的朋友 公益是一份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工作 所带来的礼物 你所有的罪 不管是过去的 现在的 以及未来的 都已经被耶稣的宝血结尽 你已经完全得赦免 从你接受耶稣 进入你生命的那一刻起 你就不需要 为罪付代价了 你已经和耶稣一样的公益 不是因为你有好行为 而是因为你相信耶稣 与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不论你做多或做少 神对你的爱都一样 你可能会说 可是要称义 我什么都没做 一点也没错 你什么都没做就能称义 而耶稣什么也没做 却也成为罪 你穿戴的不是自己的义 而是耶稣完全的公益袍 而这意义是耶稣用自己的血 为你赎回的礼物 因此 你无法靠自己赢得在神面前 称义的地位 这合法的地位 只能白白领受 今天 你能称义 是因为耶稣宝雪 替你赎回这份权力 不论你做多或做少 神对你的爱都一样 他全心爱你 因为你已 批带耶稣的义 所以 开始以 已经穿戴耶稣的义 来看待积极吧 犯罪执照 但是平路师 如果传讲我们 不需要靠行为 也不需要守律法 在神面前就是公益的 难道大家不会随意过着放荡的生活 这不是给大家犯罪执照吗 真是个好问题 我想问你 你是否注意到 就算没有执照 人早就一直在犯罪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希望大家可以过着 胜过罪恶的生活 请容许我用白纸黑字 再次清楚说明 好让大家不再有丝毫怀疑 我 平约瑟 强烈的 绝对的 毫不犹豫的 卯足全力的反对罪 罪是邪恶的 我不容忍罪 犯罪的生活模式 只会导致失败与毁灭 所以 我们有相同的目标 但不同的是 如何能过得胜的生活 有些人认为 要靠传讲更多律法 我则深信 要透过分享神的恩典 你若来我们就会走一趟 绝对不会看到拥有丰盛恩典和公义礼物的人 还会想要活在罪中 不可能 我们的会友中 有许多在社会上成功的生意人 高级管理人 企业家 律师 会计师 和顾问 你会看到 一群深爱耶稣的人 你会听到许多美好 奇妙的见证 婚姻重建 上百万庞大的债务 超自然的解除 绝症 得到神迹般的医治 还有许多奇妙的见证 这些 都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 当你遇见恩典的主 耶稣基督 明白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 明白他给了你哪些祝福 罪便会失去吸引力 你会发现 虽然自己不配 但神已赐你公义这份礼物 既不是靠行为去赢取 更不是你应得的 然后呢 这样认明耶稣后 会想让你想要犯罪 不可能 相反的 这会让你再次爱上耶稣 遇见恩典 会使你成为更好的丈夫 父亲 更好的妻子 与母亲 更好的学生 你会全心渴望 靠着神的恩典与力量 活出圣活罪恶的生活 好让主耶稣 永远得着荣耀 当你专注于基督 而非自己时 你便能开始 透过耶稣 掌管生命 这就是福音 带来的革新 格里路前书 十五章三十四节 心清定版圣经说 你们要向着义 醒悟过来 不要犯罪 越明白自己 公义的身份 就越能经历 胜过罪恶 每天早上醒来 都要为着 透过耶稣基督 以成为神的公义 而献上感谢 最终的恢复 几世纪以来 神在教会里中 恢复许多真理 而我相信 最终一项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 在他和他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在这末世 关于耶稣 救赎功成的启示 会越来越强烈 人们也会开始 经历恩典 新约所带来的 所有益处 耶稣基督 并非因为 有任何一人配得 而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不是的 我们只配得 进入地狱的勇火 但耶稣基督 也将我们赎回 赎回一词 代表付出代价 买赎回来 这里的代价 就是耶稣自身 他为你我 付上生命 作为赎价 他献上自己 让你我能领受 丰盛的恩典 和公义的礼物 掌管生命 一切都在于耶稣 时候到了 教会该停止 远离恩典 退缩行径 停止担心恩典 过于争议 好好研读圣经 亲自看见恩典 就是神救恩的大能 别再躲避恩典 如何分辨恩典的福音 让我教你分辨 你所听闻 关于恩典的教导 是否教义正确 当你听到人传讲恩典的新约时 一定都会高举基督 符合教义的恩典信息 会更多彰显耶稣 并总是让人更多看见他的荣美 更明白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工作有多完全 当人教导恩典时 总能叫耶稣得荣耀 没有耶稣 就没有恩典 所以若有人说他传讲的是恩典 别太轻易臣服 神的话告诉我们凡事都要查验 神希望我们能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就算你是在读这本书 我也不希望我讲什么 你就信什么 我希望你还是会翻开圣经 研读神的话 看看我们的主耶稣 如何在新约中显明恩典 恩典不是教义 恩典就是耶稣 因此 没有耶稣 就不会有关于恩典的教导 你无法将耶稣与恩典截然二分 如果有人不停提倡恩典 却不高举耶稣和他所成就之功 那就不是恩典的福音 同样的 如何进一步分辨 你所听到的是否 就是恩典的福音 只要注意恩典不会强调你的努力 表现和行为 恩典和人的努力一点关系也没有 一切都在于耶稣所成就的 律法提高人的自我意识 总是在问我该做什么 但恩典却使人定睛耶稣 总会问耶稣成就了什么 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 当你相信时 你就是公义前蒙福的 在律法之下 担子落在人身上 你需要有好的表现 在恩典之下 担子则落在基督 在十字架上 你成就的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能得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这些话 不是对那些 因事少工作感到疲惫的人说 它是对那些 因摩虚律法而负重担的人说 律法的恶是艰难且沉重的 耶稣来显明恩典 恩典的恶是容易的 清醒的 一切都由耶稣承担 你什么都不用做 他已经为你背负了罪的重担 在恩典之下 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 当你相信时 你就会是公义切蒙福的 这恩典真奇妙 不是吗 恩典的新约如此大能 导致有人企图扭曲神的恩典 有些自称传道的人 传想的恩典根本不是出于神 他们相信普世救恩 并宣承担着神的恩典 就算不相信耶稣 全人类也都会得救 这是从地狱深渊来的谎言 若不借着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人能得救 耶稣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耶稣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耶稣 就没有恩典 普世救恩的教导 是一派无言 他侮辱了耶稣 否定了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真实的恩典 会使耶稣成为一切的焦点 一切都在于耶稣 教会应该开始 拆除这些恩典周围争议的机关 并开始更多彰显耶稣 这就是我事工的核心 更多彰显耶稣 更多看见耶稣 更多看见他的爱 他的完全 以及他的恩典 再次表明恩典有多奇妙 当基督徒不明白神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的 不应得 赢不了的恩宠时 他们就会倚靠自己的努力 去遵守摩西律法 想要赚取 并让自己配得他的恩宠 同样的 当基督徒不明白公义 是一份礼物 是得到的正确的身份 而不是做正确的事 他们就会依靠自己的努力 想要赢得这份礼物 拆除争议的机关 亲爱的朋友 神已命令你掌管生命 神乐意看到你的婚姻 家庭都蒙福 仓房充满有余 也乐意看到你被耶稣 复活的生命充满 要知道魔鬼 已设下许多机关 并建立了 如铜墙铁壁般的坚固营类 这些高墙 围绕在丰盛恩典 和公义礼物的周围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拆除这些墙员 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 不是属血迹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类 让我们一起拆除这些 担阻基督徒在生命中 做亡的坚固营类 开始领受那些 用耶稣宝血 买赎回来的祝福 并且开始在生命中 各个部分掌权 并定为王 第四章 我们被抢了 神有时候生我的气 有时候又喜欢我 他有时候祝福我 有时候又咒诅我 神有时候关心我 有时候又不理我 他今天使我富足 但明天就可能使我贫穷 让我学习谦卑 他今天医治我 但明天就可能用疾病 来让我学个乖 他今天饶恕我的罪 但明天我就要为自己犯的罪负责 欢迎来到精神分裂的基督信仰 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 所听到所相信的 有时候神是好的 有时候却不是 有时候他很开心 有时候又很生气 他们摇摆不定 从未扎根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 这样的基督徒活在两种约中 律法的九约与恩典的新约 他们相信一个混杂的信息 认为神有时候生他们的气 有时候又很爱他们 当你问他们 神什么时候会爱你 他们回答 当我表现好的时候 当你再问他们 你的意思是 你一做错 神就生你的气 他们会说 没错 我做错时 神就生我的气 亲爱的朋友 那些相信神会对他们生气的人 还活在律法的旧约之下 而不是恩典的新约中 在律法之下 神要求人要靠自己诚意 在恩典之下 神赐下公义为礼物 在律法之下 一切都要靠人自身的努力与顺服 在恩典之下 一切都靠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律法会要求你 但不会提供一丁点帮助 而恩典能加添 为你完成一切 你是否注意到 在以摩西律法为主的旧约中 一切都关乎你该做或不该做什么 数数看《除埃及记》二十章 颁布实践时 有多少个你不可就知道 再来看看满是恩典的新约 神如此说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钱 西伯兰书八章八到十二节 律法的旧约在乎 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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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恩典的新约 主则说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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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的 律法的约 所强调与要求的是你的表现 而恩典的约 则在乎审自己的作为 他会为你成就一切 事实上 耶稣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早已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要记住 基督信仰是成了成了成了 而不是做做做 耶稣来 是要建立恩典的新约 而在这新约之下 神已经不再生你的气 因他的愤怒 早已倾倒在定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 恩典带来公义 并已为你完成一切 请注意 这会大大转变你的生命 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成了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神对罪的愤怒 已完全倾泻在他身上 耶稣不能说谎 若神的愤怒已完全在耶稣身上 如今他又怎么可以生你的气 神既然已经说 不再经验他们的罪钱 怎么还能对你生气 今日你是如何看神的 许多基督徒 今日之所以过着失败的生活 是因为他们相信 神还会跟他们生气 这个谎言 许多人之所以无法掌管生命 无法过得胜生活 都是因为他们仍带着罪就感 一定罪 认为神还在为他们过去 所做的事生气